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港股现在是踏入了业绩期 各个企业近期 都在陆续地公布业绩 今天我们也将重点来关注 几间科技公司的业绩情况 现在为您马上连线到的是 一方资本高级分析员 关博文先生 Denis下午好 Hello大家好 我们今天下午来说几间公司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顺宇光学 它在去年的时候 是多赚22% 高于市场预期 期内三大产品出货量增加 不过也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手机镜头以及手机 镜像模组的单价下滑 也是有所抵消 这样请您来评价一下 这个顺宇的业绩表现 另外它今年的任务的 重点与难点 分别是在什么方面 未来有没有机会 来打入苹果供应链呢 对 其实过去一年 2020年对于大家来讲 对于各行各地都比较的 比较的悲惨 尤其是去年上个年 那对于这种硬件来讲 那像尤其是手机的硬件 镜头啊 镜片啊等等等等 那受打击也相对更大 芯片还好 因为起码有5G的升级 但像镜头 像屏幕 像升学等等等等 打击相对大一点 首先的原因就是 整体出货量下跌 那是疫情的影响 其次呢 就是华为 因为华为上半年还好 就进入到下半年 基本上9月之后呢 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出货了 就顶多出旧的机型啊 或者一些 库存盖清的能清掉 那这对于整个手机行 也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影响 刚才你也提到了 就是镜头也好 镜头模组也好 单价跌的都比较快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 在大家手头都比较紧的情况下 没有人愿意去升级 第二 其实过去的 尤其是安卓这边的升级 主要的驱动力 就是来自于华为 华为还是比较愿意 投钱去做研发 尤其是镜头方面的研发和升级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从消费者的角度 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小米和华为 两家打得比较凶 竞争比较激烈 在各自的产品发布会上 也都是去不断地强调 自己的镜头有多强 像素有多高 甚至小米有一亿像素 在太空中拍地球的样子 之类的这种噱头 那华为这么一个愿意 投入镜头研发的工夫 在做不了手机之后呢 对于整个行业确实 对于整个行业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也可以看到 整机手机行业 从下半年也开始一个回暖 大家也可以看到 虽然华为没掉了 尤其是从各大手机厂的业绩 也可以看到 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 苹果那边的iPhone 出货量非常强 就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出货量非常强 也可以看到在高端市场 华为失去的高端市场呢 iPhone也抢到了很多 然后中低端呢 可能各品牌都有抢到 除了在中国大陆的三星 没有三星以外 其他的厂商也基本上都 抢得比较凶 然后呢像欧洲这种华为 之前比较先 比较优势比较大的领域呢 像小米啊 也是有一定强 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讲 从出货量的角度来讲 大家也能看到 就是并没有太大的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看到 就是去年它的毛利率 也是比预期要强 那一个因素就是说 首先出货量上去了 就工厂的利用率 就不会下跌嘛 那也对于这个毛利率 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呢就是顺与工学 自己的内部的运营 因为它是在前两年 1918年 对于自己内部 尤其是模组的产现 有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那几年呢 也是对利用率 有一定的影响 包括自动化改造 包括这个数字化改造 等等等等 所以可以说是 前两年种的果 前两年种的这个种子 今年终于开花结果 也算是比较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从去年开始 这个人民币一直在升值 对美元 模组厂的话 因为有很多零部件 是用美金采购的 从海外 比如说信件啊 比如说驱动马达啊 等等等等 都是用美金计价的 从韩国 日本 其他的地方去采购 那这一部分呢 也会对毛利率有所帮助 所以整体来讲 虽然去年的 这个整体的收入 是比预期要差一点的 是因为单价 下滑的比较明显 整体手机 进轴的规则下降 导致的 但是从利润率来讲 包括他们自己 内部的运营效率来讲 还是比较强的 那今天其实 上午有一个 业绩电话会嘛 如果那个电话会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 开盘也是比较强 但是没有很强 没有特别强 没有像 就是电话会结束之后呢 你想大概可能 开盘涨了45% 然后又电话会 说了出来之后 又涨了45%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他们在电话会里面 也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对今年 也是比较看好的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整体手机市场的恢复 他们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就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给出的指引 手机镜头增长 15% 15到20吧 大概 然后剩下两个 一个车载镜头 一个手机镜头模组 是增长20%到25 这是出货量 从出货量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还算是相对比较强的 一方面是整体手机出货量 更加一方面是 他们也会持续的去 就是订单会持续的 流向这些龙头的企业 像顺女这种龙头企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北美那个客户 其实他没有正面点评 但是他也是能听得出来 他引起也是比较乐观 比较正向的 也说是那个孙总 孙阳孙总也提到了 说就是虽然不能正面点评 但其实 各位村记师理解的 也都是八九不利时 大概是这种意思了 所以基本上可能觉得 今年是不是能 但如果不能进入 手机产品线的话 可能也能进入到 平板的产品线等等 所以前面来讲 今年是先进入 切入到一个产品线 可能明年后年 再切入更多的产品线 然后就是镜头啊 不是摄像头模组 镜头这个产品线 另外就是汽车方面 他们持续鼓固这个龙头的地位 本来镜头他们就是龙头第一 然后在镜头的领域呢 传统车厂比较不太激进的去升级 可能就是一百万降速 或者甚至更低 这种车载的镜头 但是他们也提到新的造车新势力 比如说中国的参加造车新势力 会比较积极地去调整这个规格 就调升规格 甚至说可能超过一千万降速 甚至更高的这个 这个车带镜头都会出现 但是这个并不是今年的故事了 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这么一故事 所以他们对汽车这块也是非常有信心 整体来看的话 未来几年从手机也好 从手机包括一些除了摄像头 还有一些AR的萤幕等等等等 这也都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手机汽车都是比较明显的增长点 另外就是切入到北美客户 这么一个增长点 总体来讲是比较相对乐观的 所以您的这个主要的态度 是还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威盟好了 看不到这一次的这个威盟的业绩 去年收入增长37% 经营利润下跌76% 但是如果是剔除去年 SARS破坏事件的影响的话 经营利润是反而上升了173% SARS其实是这个疫情受贿股 那么这个疫情也是加速了一个全球数字化的趋势 这也是之前威盟股价翻倍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随着现在全球的疫情好转 这一类的股票是否会失去一个上涨的动力 而且再加上这个威盟 它与腾讯之间的一些紧密的关系 这个还会不会成为它日后背后的一个坚强的支持动力呢 对 首先那个SARS也好 还是这个疫情受惠股也好 它肯定是不会有去年这么快的增长了 但是整体趋势应该是不变的 就持续的线上化 持续的数字化 持续的线上线下打通 这是持续的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威盟做的这两个 一个是零售 这位零售 一个是参与 整体趋势是不变的 但是具体到今年来讲 没有具体到去年来讲 他们确实做的比较差 从国家反应这么大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们去年上半年做的还可以 如果跑去那个SARS有一个破坏 数据库的破坏事情来讲 去年上半年增长的 无论是广告业务 还是SARS业务增长的都是相对比较强的 但是去年下半年确实说实话做的比较差 那一方面可以看到广告基本上 就是虽然广告整体流水增长还可以 但是收入端增长比较 就是下半年明显放完 另外就是SARS端 SARS虽然他们的策略是引入大客户 然后就是第一方面是大客户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 可能跟广告有一些打通 甚至说多平台打通 但整体来看 包括他们收购了 收购了一个餐饮企业 然后收购了一个海领科技 但是就是线下的一些门店的管理 等等这方面 小卖部啊 然后便利店啊 这些管理的软件公司 但是整体来看 虽然这些公司 都并表啊 都在去年并表了 但是其实刨去并表的业务来 就是自身的业务来看 确实下半年看到比较差 但你要说是不是以后 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不太明显 可能是他们在短期内有一个 就是下半年有一个业务转型 他们之前做小客户做的比较多 然后又在一年收购了两家企业 尤其整合啊等等等等 类似的负名因素 那长期的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长期的逻辑来讲 肯定还是 虽然大家也经常听到数字化也好 就是餐饮的数字化也好 线上线下的零售一体化也好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一时存在的 但是具体到腾讯这边 我觉得应该是比整体行业 还要更强 一方面是受惠于反垄断 虽然腾讯在微信方面 可能大家觉得 这在游戏方面垄断呀 在社交方面垄断呀 但是在商业方面 电商方面 其实并非是他是主力玩家 在短视频方面 他甚至都是一个 一个新起的竞争者 通常大家觉得都是 公寓的流量 算是比较的 像拼多多呀 像京东和阿里巴巴 这三家 是建成了大半年 但是像 听到这个反垄断 越发严格的情况下呢 反而大家觉得 其实这个故事 也就一直讲了一两年 那肯定是以后的 还是会持续增长的 所以我觉得 只不过他发力的 一个智慧餐饮 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相对挺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也觉得 这个餐饮 一方面就是中国国内的餐饮 这个连锁化比较少 然后尤其是中餐 这个比较的难以标准化 那通过他这个数字化 能够是不是能够 扩充门店呀 然后数字化 门店的管理呀 甚至是供应链的管理呀 等等等等 他都能够帮助这些餐饮 所以我觉得 随着未来中国餐饮 连锁化的发展 我觉得长期的发展 是比较好的一个菜道吧 短期的话 确实在下半年做的比较差 可能大家还要再 稍微留意一下吧 对 多观察观察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个 昨天晚上有一个大新闻 就是这个拼多多创办人 黄峥辞任拼多多董事长 由联合创始人 现任CEO陈磊接棒 而昨天上午 其实在开市之前 拼多多是公布了 他的上级业绩 收入增长是146% 亏损改善情况 是不及市场的预期 所以当时一开盘的时候 这个拼多多的股价 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相继问一下您的观点 您是怎么来看待 这个拼多多业务前景 以及换帅对于公司的影响呢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换帅 对短期的下跌的趋势影响 可能稍微大一点吧 心理上的影响 长期来讲 我觉得昨天晚上一方面 是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利润亏损的改善 不太明显 一方面就是刚才这个黄峥辞任 黄峥辞任之前 也卸任了CEO了 只不过这次先 这个董事长之后 他可能就是连那个投票权的股权 同屋不同权的股权 都是去效益的 这个影响可能比较大一点 相当于他就彻底对这公司 基本上没什么 除了除了背后了 那可能明面上没什么影响力了 没什么决定力了 这是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公司 其实亏损呢 我觉得还好 因为如果从收入端合 用户增长端合 这个所谓的RPU 就是每个买家共建的金额来讲 都是明显的改善 尤其是平均的 越活跃用户 已经达到7.8 7.9亿 这已经超越了阿里巴巴了 那基本上是正式成为 中国第一大的 中国国内第一大的 这个建商平台了 如果从用户规模来讲 那当然从这个用户的价值来讲 就暂时还没有办法 跟阿里巴巴比 花的价值比较少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农产品一样 是它最大的 其中最大 一个最大的贡献 贡献的这个品类 所以这方面 第一可能是 跟这个用户结构有关 第二一方面 其实这农产品的 这些部分 也可以帮助它 诸多买菜 就是设计存购啊 之类这方面的 也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协同效应 而且设计存购 将是未来 各大互联网公司 比较明显的 一个竞争的领域 所以这块呢 其实我还是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 因为其实 它在社区团购里面 不一定非得去 通过赚 直接通过社区团购 赚钱来 实现利益 最大化 因为社区团购 对它来讲 说实话说白了 也可以就是一个 流量的来源 它完全可以 就是把用户的机会 培养起来 因为社区团购 还是比较高品的 买菜买生鲜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用到它 但如果你是纯的 点上买衣服 买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可能频率 没有那么高 那频率高起来呢 就可以比较 比较容易的 去做一些 就是这个 我点开你的东西 买了太多 同时也可以买 一些其他的日用品 等等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营销吧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那 这是冰多多的一个未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提升 提升它的这个 就是平均美元的用户价值 用户消费量 现在是两千多块钱 那 也可以比较明显看到 就是它整体 随着整体用户规模的 不断扩大 它在一二线城市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多 大家以前觉得 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是对标淘宝啊 甚至还不如淘宝啊 等等 这种想法 那 小振青年用的 说白了 那现在可能大家 越来越觉得 这个 还可以 向上的渗透还可以 相对于京东的 去下 下线城市的渗透 它向一二线城市的渗透 尤其是用户的渗透 自己看起来 我个人看起来 目前是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好的 但是呢 这也是一把双人简 以前你专注 用户规模的增长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不太考虑 你的变现能力 或者怎么样 但你现在用户规模 已经到了 7.8 7.9 你基本上 你能到消化板啊 你就要必须开始 尽快的变现 广告也好 自己卖货也好 然后什么其他的手段也好 等等等等 你就必须要加快变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也是 因为它的亏损 比大家想象了还要弱一点 所以也导致 你这么大的用户规模呢 你是不是可以尽快赚钱呢 还是怎么样 这种心态也会 每一个季度都会越来越强 所以这是 听多多未来去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这个设计相购 也是比较烧钱的一个业务 包括他自己要建仓库 建物流体系等等等等 也都是比较烧钱的一个业务 那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 起码最近几个季度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在持续的烧钱中吧 这个黄东退任这个事情 我觉得短期可能会是有一个心理影响吧 长期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看 也是相信管理层 相信公司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中 一个没有他也可以就是持续地 运营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才选择推运 我是这么感觉的 那我们也多给一些时间 再看一下拼多多未来的发展 好的 非常感谢Lenis这一时段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事件 也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